有人写罗兰多出轨的四千个女生 说会长给罗兰多五万零花钱 说真的给多少钱是我们一家人的事情 我有什么理由要向别人汇报我们家里的家事吗 对公公婆婆好一点 对老公家里的人照顾的多一点 为什么别人会觉得就是吃软饭了 我年龄比她大 条件好一点 也是干了中年商业的话 大家不是不正向去看 说这是孝顺 跑去挑拨离间 说是我去什么养小白脸什么什么的 我们孩子都有了 我们在一起十年了 说这样话的人 说真的不怕天打五零一 真的是不给自己挤福报 要么就治他 也不是没有办法治他 其实有些人呢 就说真的 太过分了 就采流量可以 不可以造谣 不可以诽谤 不可以不给我老公那个身份面子 也不可以不给自己国家的女孩子面子 怎么能这么糟蹋自己国家的女孩子呢 是我老公说的 睡了中国四千个女生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连重复这句话 我都觉得很负能量 你说是不是 怎么能这样造谣 真是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就在昨天 有一个博主曝光说 余文宏小她二十岁的 外籍老公罗兰朵斯生活非常混乱 睡过四千名中国女性 该消息一出 迅速沸腾网络 爆料的这个人网名叫大王 她是一个类似于打假类型博主 早先余文宏粉丝见面会以后 她就说余文宏翻车了 本人看起来就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 昨天又是这个博主 爆料余文宏的老公罗兰多睡了多少个女人 她说这个爆料她也不知道真假 是有人私信给她的 而且这个人还说余文宏对罗兰多的经济卡得非常紧 每个月只给五万块钱生活费 这个人自称是罗兰多身边的朋友 是罗兰多跟他们吹嘘的 说自己睡过四千个中国女性 这简直太离谱了 罗兰多跟余文宏在一起十年 她来中国也就十年的时间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四千个女人 也就是说要十几年每天不同样的泡女人 先不说罗兰多能不能泡到四千个 就是她认不认识四千个中国女性 或者跟四千个女性交谈过吗 小编我都怀疑 罗兰多跟余文宏一直在忙事业 晚上还陪余文宏直播 她有那么多时间去认识那么多的女人吗 这也太离谱了 你说的数字也要靠谱一点 可能会有很多人信 哪怕你要说四十个 小编还可能信 四千个太扯了 明显就是有黑粉故意造谣 建议余文宏严惩造谣者 余文宏的婚姻的却不被看好 经常有粉丝拿话酸余文宏 问她不担心罗兰多去聊其他的妹妹吗 不担心罗兰多出轨吗 余文宏回答说 一个人天天吃鲍鱼大餐 肯定也会咽的 偶尔换换口味也正常 文宏在直播间里经常 很戏谑地回答网友 他表示这方面他看得开 而且罗兰多的这根线 存在他手里 他不怕他跑 余文宏说自己随时有能力换下一个 他自己有底气 的确有不少外国人 以侮辱中国女性为骄傲 还会将这种事成为炫耀的资本 可是你造谣也靠点谱 你这个数字很明显就是胡扯 居然还有一大堆网友相信在底下附和 自己带带脑子 好好算一算 今天这个博主又发文称 自己接到了罗兰多的一通电话 一共打了十分钟 前三分钟跟罗兰多聊天 他觉得还挺愉快的 因为罗兰多的情商非常高 难怪罗兰多能找到富婆 可是三分钟之后 余文宏就把电话抢了过来 然后就开始跟他发生争吵 起因是他之前说 中国女人找外国男人可以 但不要总是大肆的宣扬你们的爱情 这样会给很多中国女人误导 觉得外国男人有多好 对我们的国家是非常不好的 跨国婚姻毕竟还是有风险的 他认为他的观点没有问题 可是余文宏却不乐意了 余文宏接过电话指责他 觉得他多管闲事 这个博主又说 余文宏秀恩爱 炫富 就是为了流量变现 余文宏一看就是一个特别强势的女人 而且他不尊重他老公 他老公正在通电话 他就抢过电话 而且说余文宏的情伤 真的很低很低 很容易树敌 他觉得我在威胁他 喊话余文宏 你脑袋有病吗 最后他又喊话罗兰多 建议罗兰多在余文宏的身上 好好搞资源搞钱 就算是有一天 罗兰多把余文宏的钱全都搞走了 他也不会同情余文宏 最后 这个博主还说了过更过分的话 难怪你跟你弟弟搞不好关系 都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你离了那么多次婚 因为中国男人不吃你这一套 也就只有罗兰多情商高忍着你 但是你也要付出代价的等等 不得不说 这个博主跟余文宏算是杠上了 就在前几天 他发了一个视频 说奉劝中国女性 不要学于文宏去找外国男人 第一代小孩可能很漂亮 到了第二代就会基因突变 变得很丑很难看 而且很笨 为什么找外国男人 难道中国男人都死绝了吗 余文宏的那个外国小老公 发视频用中文在第四网 我想说一下你有可能在余文宏眼里是很帅的很年轻的 但是我奉劝中国大多数女生 别去学余文宏去找外国男人 为什么呢 因为真是想说过 跟老外通婚第一代小孩子可能很漂亮 但是到第二代基因会突变的 会变得很丑很难看 而且还很笨 难道中国男人都死绝了吗 为什么要找一个外国人做老公呢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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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